今天我们去一家养殖户家里给粉丝挑选一只三通大微博的小科技 小短腿大屁股的那种一起来看一看吧 今天还挺热闹的 这不是鸡王吗 你好鸡王 这是干嘛 介配配种呢 配种呢是吧 我天哪 刚刚你家的狗好人家从外面来来介配是吧 可以啊 你这皮条辣的 还没来到这 咱们已经看到这个 他已经把小狗给抱出来了 太可爱了 耶 这一窝里面我天哪 黑色素有点重 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黑色素越多 后期他反射反的就越好 对他就是黄白比较多 你这是干啥呢 这等人呢 有人要狗是吧 这是小朋友 还有一个小姐姐 我的天哪 来 趁别人没来之前 咱们先挑一只 看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 这在龙儿里面怎么能看出来好不好呢 我看他这边有一个展台 咱们把它全部放在展台上吧 趁着老板把小狗抱到展台的功夫上 我们来看一看 耶 他产房里面有一窝小八个 你看这家伙的眼睛好大呀 外星狗 扭扣耳朵 小卷尾 你看他的狗宝宝在睡觉 还有一只在那里面偷奶的小客机 他家的客机可真不少 这边还有一窝 还没满月了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听说长得挺漂亮 哎呀 奶油脸的小客机 这是狗妈妈 三通大维伯头顶带宝石 耶 这一窝好可爱呀 你看 脸上甜美度也挺漂亮的 那一只睡着了 你看 咱们来吓他一下 哎 太阳照屁股了 起床起床 呃 呃 呃 呦 咋的啦 吵到你一家人休息了 走吧走吧 咱们去看看展台上的小狗吧 哎 这边已经全部抱起来了啊 你看这小狗 我的天啊 这小舌头 真的 哎呦我去 这小甜美度你看 看脸正 大微博 这真是五花八门 啥颜色的都有啊 啥颜色 啥品香都有 这一条呢 是最漂亮的 细开脸 三通大微博 是一个帮一个海口的一个小姐姐选 小狗 然后这一只呢 是一个三通带宝石 但是唯一有一点缺点啊 也不是缺点嘛 就是脖子这里开的很一般 很一般 这一只还挺漂亮 这一只呢 哎这一只也不错看起来 脸也是开的超正 但是唯独呢 这里还不如不通这一点了 偏了一点 如果不通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还挺漂亮 微博也是相当到位啊 咱们来看一看啊 看这一个吧 开的就有点细 如果再宽一点 脸开的正一点 就更漂亮了 不过也不算才会 因为这个狗啊 带花色的 它不可能都开的这么完美 还有这个刚刚跟小姐 小姐姐打视频的时候说的 这个背上的毛会黑 但是不用担心 幸亏小姐姐养过狗 没有过多的给她解释 因为纯种科技啊 经常看我视频的都知道 它必须带这种黑毛 后期的话 它是会反射的 黑色是越重 后期反的这个黄色 就越越黄 这家伙挺可爱的啊 现在天马上越来越热了 你看这小狗 冬天的时候拍它们 它们都不张嘴 小舌头也不吐 一到夏天天热的时候 这些小狗 都把这个小舌头给伸出来了 咱们就给它选这一条 这一支是 这几支里面最漂亮的 三通大微博不说啊 它的骨架是非常的OK的啊 然后VD 也就两三厘米 你看这小腿 花色体型各个方面 这一条都是比较漂亮的 比较还不错的啊 微博也是蛮大的 咱们把别的全部请下去吧 把它自己留下来 看一看 这边已经全部清场了啊 就剩它自己了 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你看它的骨架 是非常的粗犷啊 虽然耳朵没有力 但是如果耳朵立起来 和没力完全是两个概念 这一支真是超漂亮 你看屁股都大 腿又短 等立起耳朵 那就是更哇塞了 这一下好漂亮啊 小姐姐看这个也是非常的满意 走吧 咱们给它带过去 准备安排 发走吧 然后去新家 享福吧给它 还想看我排什么小狗 记得评论区留言 哈